Hello 大家好 我是Coach Henry 跟大家分享一些關於Service Talks的分享 之前也有分享過很多細微的項目 記住大家都是Baby Take baby steps 慢慢去Develop 正確的方法你越來越專家 你那個位置越來準 但很多朋友都會有一個問題 說他們不知怎麽算 他又這樣 那個又這樣 那我跟誰 找你自己的方法 不知一定要跟人 你可以做Guide Line Top Players做Guide Line 但始終你找你自己的方法 令你自己可以設置到同一個位 這是最好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 有不同的Variation 你可以試一下 找這個方法 有些朋友 特別是Beginners 是最容易的 Beginners教Service 他們覺得 你這樣教我 其實很簡單上手 其實是應該很簡單上手的 因為你自己拋自己的球 上去 是你自己打 沒有人打球給你 Service不可以 是你自己拋上去打 所以這是最容易的方法 還有另一個東西就是 然後我分享給大家 這是我的Racket Hand 我便會把我的Racket 放在我的肩膀 我便不用理它 然後我便要理那個Toss 我Toss直上 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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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好的方法 或者去Begin 或者有些Advanced Player 去Regress 吞一步 先練一些Basics 你現在不用理你的手 Racket Hand 你只是 拋球 記著要看著你的Destination 拋上去 是會最準的 有些朋友 喜歡他們 兩隻手一起上 覺得這樣很噁心 其實一點都不噁心 你打到一個Good Serve 一點都不噁心 他打不到 他就噁心 所以現在一起上 是一個方法 但現在 你會擔心你的Racket Hand 和Toss Hand 你一起去 去到最底 一起上會是最容易的 你會發覺 同一個Movement 一起上 是會 有另一個方法 如果幫到你的 你可以試一下 如果幫不到你 沒有問題 第三個方法 就是 你可能 拋到先 先拿手上來 So it's 先拿手上來打 我展示一個 就是 我 打不到的球 So it's Just to get the timing 給大家 記住 當你做完這些動作之後 你都要 impact 球 但用STM方法 慢慢下來 感受了 感受了 impact Now we put it all together 第一個 就是 Racket Up 第二個 是一起上 第三個 先 然後 Racket上 這就是三個不同的 Variation 你可以試一下 哪個方法 Racket Hand上 Acompany 你的Toss Hand 是會令到你 整個時舒適一點 最重要 簡單一點 以及 更加精準一點 長期做 不要做一兩下 覺得不行 做一百下 感受哪個 benefit好一點 你慢慢地發展 走下去 你便會找到你自己的方法 Not only the Toss only 要配合 Racket Hand 加上 你想打什麼 Serve which is in the next video 跟大家分享 所以記住 你的Racket Hand 如何動 何時動 和 Timing 會影響 Tossing Hand 希望我這樣分享給大家 我們在我們的 lesson 裏面 我們都會和我們的 students 一起 Build the serve From Beginnings 等它會 Develop Simple But effective Serve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in Is the most important 不只是 Sai out Sai out Power If you're not in It doesn't work 好嗎 好 我再次講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guys In private lessons Where we develop the serve together